6月15日在上海电影节上,派格传媒举行了名为《泛娱乐生态化》的战略发布会。 在发布会上,派格传媒不仅带来了16部影视作品的超强片单, 还分享了国际化合作,把风险挡在国门外,系列化开发, 成功过两次并能继续成功的作品才叫IP,系统化运营、票房之外的市场更广阔。 这三大战略思路并提出了《泛娱乐生态化》的全新应用理念。 此次派格传媒发布的影视作品中,超强制作主创的中美中韩合拍影片占据大多数, 由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获得者戴维赛德勒之彼的《世界边缘》。 中韩合拍的《天机2-731惊魂》的编剧导演郭景泽,是韩国著名导演。 他的作品《集密搜查》,也作为参展影片亮相本届上海电影节,获得了广泛好评。 韩剧第一制片人高大和,也拿出了冬奥会题材的超级韩剧选恋人。 根据可爱桃源作改编的电影《那小子真帅》,原创网剧《男神进化论》等作品也赫然在列, 堪称强篇猛篇云集,显示了派格传媒不俗的开发实力。 对于派格传媒董事长孙建军来说,此次发布的16部作品, 是派格传媒布局泛娱乐生态化、运营体系的有力工具, 派格传媒早已把目光投向电影票房之外更广阔的电商市场了。